看这个视频前,你可能还不知道,榴莲和鸡搭配在一起可真是个宝 作用真是太大了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圈森林求关注 首先准备一只鸡,先给它斩成小块 很多人在做鸡肉时都喜欢鲜焯水,其实这么做是不对的 如果鲜焯水,鸡肉就会变得又老又柴,而且失去本身的鲜味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做出来的鸡肉不老也不柴 我们先在鸡块中撒上一些锅切的面粉 然后下手抓拌均匀了 让每一块鸡肉都裹上面粉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有效地去除鸡肉上的血水和杂质 抓拌上一两分钟,倒入适量的清水 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水有多脏 接下来我们放在流动的清水下 把鸡肉上的面粉、血水和杂质给它清洗干净 一定要多清洗几次 一直清洗到水变得非常清澈 鸡肉也变得粉粉嫩嫩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先给它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颗榴莲 俗话说开榴莲就和开盲盒一样 今天这榴莲算是开的比较失败 就只有饱满了三房 我们先把榴莲肉取出来 放入一个盘中 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正是吃榴莲的季节 很多人都是直接把果肉吃了 把榴莲壳扔掉 那真的是太浪费了 扔掉就是扔钱 很多人都不知道 榴莲壳的作用非常的大 我们先将榴莲壳上的白色软片部分 给它切下来 改刀成小块 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再准备一小把的红枣 加入一小勺的面粉 先给它抓拌一下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利用面粉的吸附功能 把红枣纸皱中的灰尘和杂质 给它清洗干净 一直清洗到水便的清澈 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口汤锅 倒入鸡块 还有切好的榴莲壳 然后倒入漂亮水 水要一次性的加足 放上几片姜片 以及清洗干净的红枣 盖上盖子大火煮开 然后转最小火 慢炖一小时 圈个好物多功能微压力锅 现在闻起来就非常的清香 不过我们还需要加入榴莲的果肉 继续盖上盖子炖上15分钟 这个时候的香味就会慢慢的渗出来 加入榴莲果肉 味道会更加的鲜美 淋出锅前 加入少许的食盐调味 像一锅超级美味清甜的榴莲炖鸡汤就做好啦 这个鸡汤我们一定要趁热喝 鸡肉学会这样炖 鲜甜美味不干不柴 而且加入榴莲壳超级的有营养 尤其是女性朋友 硬肯不吃榴莲肉 也不要不吃榴莲壳 现代的人生活节奏快 工作压力大 加上又加班熬夜 所以一定要给自己补一补 吃出好气色 一起变漂亮 趁着榴莲大量的上市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 我们下期见